现在就是说做的其实是一个那个商业的活动 我们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有一个就是课外机构 日本叫书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自己一开始的时候租了一个小破的地方 然后就去各个语言学校去宣传 然后把这个学生都教到我们这里上课 然后逐渐逐渐做了以后 做了一年之后这个语言学校就和我们有一些合作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这个校内署啊 就是给他们承办他们这个培训他们那个学生 考大学的这个课程 好啊好啊我们对他乐意 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合作结合作 就基本上就是双方双熟的还是广单点的 就是不知道那个陪训呢 对 然后就就只是就是那个就学校你们教他们的 对是这样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提供一些学生需要考大学的这些课程啊 什么一直有考试啊 就是留学生都很就是必须要经历的一关 就是一个通考 就是那个留学生 我就想知道就是就只是就是是日本输到中国 是这样的是那个留学生呢 留学步骤呢是这样的 大多数的留学生呢都是先来日本 然后去参加他们的语言学校 大概读一个一年左右 还有两年 一年或者是两年 然后在这期间呢他会准备这个大学的考试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因为大学就是日本高中啊和我们国内高中的课程内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数学啊就学到了大学里面的很多知识 然后物理的话也是 像我们家那边的话就是选必修一二加上选修一二三 但是在这边呢就是必修一二加上选修一二三四五 所以说就是同学呢为了弥补一下这个 这间的差异啊 对会来我们这里面 明白了 就是让他就更容易通过这个考试 对对对 那你觉得中国大学和日本大学哪个好考啊 因为是这样的 我高二念完之后就来日本了 所以说我没有经历过高考 但是嘛就是说给我的印象就是我自己认为 可能日本这边还是比较好考的 因为就是说从数据上来讲啊 就是说可能在国内考一个非常顶尖的大学 可能是万分之一 对对对 几十万分之一 但是在日本呢可能没有到这种程度最好的东京大学呢 可能也就是一年招二十二十个人左右 可能就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的 最顶尖的大学可能就是百分之五都有区域 但像国内 那挺高的了 对 非常高 对 那和国内的九八五就百分之一的录取率相比 是吧 他是不是这边就是有很多就是 我看就是可能就孩子是不是就放弃考大学了 这种数比比较多呀 是 我看咱们其实在咱们中国你只要能念 必须得西班都得上 对 好像这边就是父母没有那么强制吗 考大学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说很多 尤其是高中的学生 高中然后念完之后过来的基本上都会 或都肯定会考一个大学 但是可能有的没有考得太好 就去了一些地方的大学 或者说稍微不怎么好的大学 都是有的 但是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来日本就已经订好目标了 说我不是想要上大学 我是想要去一个专业学校 然后就去就是直接去 我感觉这边可能赖不到哪 就是赖也可能 对 赖到哪 他可能就是这个基础就很很那什么了 是不是 就是说你就是考一个大学 就是说你想考一个好大学是很难的 但是不存在说你考不上大学的情况 其实在日本就是留学生嘛 就交点请期就可以送大学的 哦 对我感觉是 那平均大概一年学费 学费的话日本是分国立和私立 你上的是国立是吧 对 听起来就很牛逼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有着国立的名字 但是不是特别顶尖的大学 算是一流的 算是一流理 国立的话一年是五十万左右 日元的话 就是大概三万左右 日元比 然后如果是私立的话 私立的话分文科和理科 然后 还分文科和理科 对 但是国立的话就是文理都是五十三万左右 五十三万 没差多少 但是但是私立的话是这样 私立的话是 理科是一百七十万左右 一百九十万左右 一百七十万到一百九十万这样 日元 可能一年十万左右 十多万 哦 那我贵了 文科的话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左右 私立是稍微好一点 还是国立的稍微好一点 这就涉及到日本大学的排名了 就是说 也有私立很好 对 比如说像早稻田 像清一义书 对 这我是说 早稻田其实私立的 对 而且 听起来很牛逼 对 就是上次咱们看那个 看那个电底辣妹的时候 我发现它分春考和秋考 咱们是不是一年一次 他们是不是两次啊 对 是这样 他们日本的大学 不是只有一个统一的考试 日本人考大学 是先考一个Santa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 理由考一样 大家都需要考一个 同考 对 同考 跟同考 对 同考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 像我们大学的自助招生考试 你要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校内考 大学自己组组的考试 对 你考过之后 然后 你才能上我们这个大学 然后这个校内考呢 分前期入识和后期入识 分两次考试 还有AO入识啊 各种各样的入识 就是日本考大学 就是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就像就是中国 可能 就是 就是比如说 也有可能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 可能这个时期你考 但是我要考你这的话 有点像美术的那个时候 招生那种 有一点 是吧 美术招生好像就是 这个时候 就这一批的时候 我们先美术 但是你如果 我给你发通知书了 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学校 是不是 这样 但是就是其他的学校 也可以去考 对 是这样 只要是时间不冲突 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样还挺好 那还不错 你现在收入怎么样 能透露吗 收入啊 其实因为是作为一个 初创企业嘛 然后 很艰难 只是自己能够 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 那可以了 很不错了 那大概是多少 大概 网友们想知道这数 大概的话 就是一个月 大概 凑合10万左右 日元 10万是多少钱 7钱 6000 就是6000多 那可以了 可以 对 就是这个钱 够你平时日常开销 对 就每个月月光族 这样 那可以了 不是 你这上大学 关键是还是很好 你就是上学期间 对上学期间 小猴是上班了 对 小猴上班了 他就是 他跟我们是这样说 就是比如说 上班的时候 就是 你是属于 就像 技校类的 然后是一个 工资水平 就完全 他说严格按 你是什么 就是 学校 对 毕业的 对 日本是一个 很严重的 这个学历社会 对对对 然后他说 就是本科是一个 什么样 然后研究生 是一个什么样 你在中国现在 主要看学历 还是要看的吧 对 也看 枪文专吧 全世界都是一样 你想一个单位 招生的话 他肯定会说 是比如说 全世界是本科毕业 或者是 还有那个公园 也招装科毕业的 这样的 也有 我不靠学 我想在这边 就创业 我干点啥 比如说 剪头发 或者是 开什么店 对 你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 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赚钱的 因为是这样 就是很多同学 为什么是说 过来就直接是 读什么专科学校 那个专门学校 是这样 因为很赚钱 就混音相近 在这边 就是 就我的意思 开店这种创业 就是 不算太难 你的意思是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旁边 这个剪头发的 可能最便宜 最便宜 稍微好一点的店 可能就要 三千亿元左右 二百块钱 对 就我们俩了解 就剪个头 就这么多 是吧 对 剪头是挺好 然后你再做个 什么面包 做个糕点师 你看那个 日本的小糕点 这么不顶不顶 但是特别特别贵 就是说 他们做一个 就是说 手艺人 这样 就大家可能 那我干我这行 我感觉到这 以来也可以 那你这行 可能还挺吃香 对 干摄影 对 等我啥时候 中国混音下去了 我也会这样 对对对 日本这边 拍婚餐照 特别特别贵 是吗 超级超级贵 对 现在语言有问题 现在语言 你可以就是输送了 先学学 哪会有差 一给你播 对对对 然后你们 就是你现在上学 就是你们也是四年制 是吧 对四年制 你你毕业了以后 打算就在这创业吧 是吧 现在有什么打算没有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还没有定好 因为是不光是在 日本这边有公司 在国内有公司 在国内 但是现在筹划之中 对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应该是双输 这样才对 对 因为你肯定 你这头也会有需要 你那头也会有需求 你这样选两边的 这样应该很好的 他们就是像你周围的 那个同学 还是什么 就对中国印象怎么样 对中国印象 就是中国人 有没有什么就是歧视啊 或者是那个 有也有喜欢 咱们中国文化的这种 对是这样的 就是日本人的话 是分 就是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 他们的印象 其实还不错的 因为学生嘛 毕竟可能来个学习 然后怎么说呢 就 也可以这么说 对 但是就是说 会比较文明一些吧 但如果说 就在日本生活的一些 其他的就是 来了很长时间 市场的人 对市场的人 可能就是 感觉印象不太好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 感觉跟他们来抢职位 其实中国人到哪都非常努力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竞争压力 他们就会有 对 对 可能就这样 对 就是我感觉 大学应该还行 对 大学校嘛 学生 一定是学校 对 就对他们可能 没有这种压迫感 对 那他这个脸色都挺好的 你睡得好吗 不是 小猴我跟你说 虽然脸色好 但是脸色也不错 他也是白白的 小猴心态好 但是就是看着没有他 这么的感觉 他还是 毕竟学生 就有时候说一说 还是会叹气 对 他毕竟是已经上班 对 你我 我脸色也不好 我当学生的时候 你就可开心了 这确实 你上班了之后 就感觉 然后他因为晚上这边 还得 比如说有应酬啥的 他们就和什么领导 他有这个问题 出去吃饭 说日本人就非常喜欢 就是一群在一起 然后如果比如说 你个别的 就可能是 合群这个问题 对 不合群啊 或者什么就被鼓励啊 这种 是这样的 然后你安逸搞过 日本女朋友吗 没有 为啥 首先 就是 日语也不太好 就是管自己 老客人的 不是 你日语能不能就是 找个人正常跟他开聊 就是一直聊 这个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 但是就是 可能个性原因吧 比较内向 我明白了 就跟我差不多 社交恐惧症 人家没愿意社交恐惧症 我侵入的 他也侵入的 可以叫做侵入 就是你感觉就是 日本女生 就是跟他们交往起来 你感觉跟国内的 有什么 讲讲这个区别 就是这样 日本女生就是特别心细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很敏感 就是心里可能会比较敏感一些 就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眼神不太好 我虽然戴着眼睛 但是我有的时候 真的是 从熟人 从我旁边走过 我基本上看不见 很有名 但是就是说 有一次 就是我们一个社团的 我们在玩乐队 然后就一个 那个 小伙伴 医生 我当时去那个食堂 然后他就从旁边走 然后我正好跟朋友 在聊天 然后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 我就直接走过去了 然后有时候有效的 就走过去了 然后第二天 从第二天之后 他就再没有离过我 为什么呢 女生有时候 真的就挺很 很敏感 很介意的 对 就是说 然后我问了 其他的女孩子 就说 可能是被那个 无视了 就心里就会有点小 很在意 对 受伤 那你在中国 应该不会 会直接问你 为啥 他不打 对对对 是这样 然后他也不说 然后再就 在以后 就再也不跟我打招呼了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彻底结束 革命有意 有一小串 烦了 说烦就烦 你都不知道咋烦 对对对 就不明其妙 然后你觉得 比如说要跟他们交往的话 如果说作为朋友的话 我觉得其实日本女生会特别体贴 然后说话的话会很照顾别人的心情 其实无论是日本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都是这样 就是会很照顾别人的 他说的跟小猴说的可不一样了 哈哈哈 那个啥呢 就是就是那个日本男的呢 日本男孩子就是说 呃 也是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吧 就我社会因为都是理科生嘛 大家都比较腼腆 就不会很主动 就不会很主动 大家就是能凑在一起就凑在一起 不凑在一起 不勉强 就和你一生的话 他毕竟还是学生 对对 你不能拿那个上班来套 对对对 还是不一样 学生肯定你哪国人 他也是比较单纯 我觉得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还是不一样 肯定好弄 他就是可能就是 那 人性这方面 没有那么多 就是在一块 对黑暗 太黑暗了 肯定比较少 对对对 他没有接触到那么多 但是还是就是比较美好 对 哎那你就有没有这想法 想搞个日本女孩 有个这想法吧 嗯 好好说话 哈哈哈哈 搞搞 就是东北话 就是 就你就教个日本 对对 对一个意思 对 有没有这想法 嗯 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哈哈哈哈 因为是因为是会想很多嘛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 开个玩笑什么样的 我感觉就基本会很尴尬 一尴尬的话 我就会就会就很不自在 对 因为你文化是有差异 对 有时候你泡个梗 他不明白 对 或者是你其实就是 因为咱们其实就是东北就很喜欢自嘲啊 说那些 他可能他就会想别的在意啊 你说这个就觉得 对啊 就是咱说 但我觉得可以尝试 是是是这个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太忙了 如果忙起来的话就是 顾不上是吧 根本就没有时间 对啊 就是一周七天干七天 嗯 对 人家还得那啥呢 嗯 对 毕竟是学习 对对对 学习啊 然后还有自己搞的那个事业这方面都得兼顾嘛 然后说出一个你最喜欢的日本饭的品种和最不喜欢的 日本饭品种 对就是就是在这儿吃的吧 对吧 啊 OK 我最喜欢吃吃的就是那个 就是土豆炖肉 真的特别好吃 家常料理 土豆没吃过 没吃过 店里有卖的吗 这种是 就是旁边那个便当的地方就可以买 买到 没吃过 对我也没吃过 土豆炖牛肉呗就是 对 你感觉你说这东西具有物财 是是就是 家常 家常料理嘛 就比较家常 对对对 那咱们俩吃的 满街都是那个什么这个东那个东 这个东那个东对啊 盖面那个面 盖饭 这就是盖酒饭 再说出一个最不喜欢的 最不喜欢的就是纳豆 啊 大家都不喜欢纳豆 不是你为 讲讲为啥 就是在日本这么多年 就一直没有吃习惯 就是会经常和日本的朋友去 出去玩 他们都喜欢早上来一个纳豆 然后卷卷卷卷卷卷 然后开始吃 但是我是真的尝试不了 不是我觉得 就是没啥味 就也就是还没啥好吃 也没啥不好吃的 我就感觉 反正我瞅着就有点弄心 你觉得不好吃 你也没觉得不好吃吧 但是也没说觉得就太难吃 没味 就没味 咱俩吃的可能也不对 你说 我俩吃的是松乌的 黄色的那个黄的吗 对 就是拉丝儿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鲑鱼卵 贵卷卷卷 Zu Jo 就红日不为什么 是吧 对对对 那东西我也吃不了 对 你能吃掉吗 我手心 就俗計 就实际上 瞅着麻叶的 感觉有点麻叶的是 对 麻叶 哈哈哈哈 哈哈 injected 感觉就是 密集恐惧症之类的 是的 反正 就是 咱们就是 鱼子那些东西 咱俩都不喜欢吃 开始我跟那个 我俩在网上聊 就是说 我说日本饭不好吃 然后但是 然后他说日本饭挺好 但是我 可能我就是这回来了以后 颠覆我的认知 就是我俩 这一路吃的还挺好吃的 可能上回就是 我俩吃的可能不对 对 打开方式不对 然后就吃点什么便宜的 然后因为我俩这次来 是做节目为主 然后就吃的稍微 不算贵吧 就是 上回吃的也是属于正常的 这回吃的也属于正常 但是为啥呢 这回觉得挺好吃 因为在家的时候 也会也经常在吃一些 巩固了一下这个概念 以前我特别特别不喜欢吃 就是在家 家里那边 比如吉野家什么的 那些些东西 就特别特别不喜欢吃 但是后来就是跟你一块 可能偶尔吃一下 上这边 就觉得太行 没有那么地处了 然后后来吃了 觉得接受一下 日本酱油味 我挺喜欢的 对 四处跑飘着 都是那个酱油味 和风酱油味 对 对 所以日本饭 所以咱们一会吃点啥 对 你你领着我们 咱们去一个 就是你比较认为 好吃的 对 好吃一点的地方 对 嗯 这周围的话 就是旁边有一个站叫和天丁 然后和天丁的话 就是拉面店特别多 你们喜欢吃拉铃 拉面喜欢 我去喜欢 他这次来了之后 就想走到哪 就想吃拉面 对 我走到哪 必须吃 必须吃拉面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去吃拉面吧 然后鸡盆 没完事 咱们得聊 还得聊 聊一会儿 那个 进行下一个话题 讲讲那个啥吧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 就是你对这个日本的音乐 这个氛围 你感觉就是 其实我觉得超级好 就是说我现在是 那我现在是 因为是在那个 踏雪里面 也组乐队 也在玩乐队 然后 嗯 是这样 我们那个乐队呢 就是说会自己写歌 嗯 然后每个 每个寒暑假 都会有一次合宿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 专门找一个 就是排练室 然后一起住在那 狂练是吧 就是对 就跟打棒球什么 对对 各种一样 然后一起碰撞 然后 就是我觉得就是 呃 我很多的前辈 写出来的歌 就是放到网上去卖 我觉得完全就可以 就是说 可以拿出来卖的 那种写 写 写歌啊 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 一周一首 可能 就是 嗯 一天一首 啊 都是可以 你你是什么 那个乐器啊 呃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乐队呢 是呃 就是说 大家要排了一首歌 嗯 嗯 呃 谁想干什么 继续干什么 我们没有固定的职位 啊 那可以啊 哎 你们是 彭克啊 还是什么呀 就是呃 不算吧 Fusion 什么样都有 什么样都有 对 可能摇本片多一些 然后你们那个乐队 其他成员都是 就是日本人吗 对 全是日本人 有 有女生吗 有 我刚说了 也不是的那个 是他们社团 女生那个就是 她是负责哪个乐器啊 她是贝斯 她弹贝斯 女生一般是贝斯 嗯 为什么呢 不知道 这感觉比较清闲 我觉得 可能我这么说不太好啊 可能因为就是说 那个贝斯的杆比较长一些 然后如果是高的女生 腿膝的女生 这帅是吧 对 特别好看 就跟那个清音里面 那个贝斯 那个叫什么 那女叫什么 对对对 对对 你没看过清音里面 那个没看过 嗯 好了 我可以退出了 对 就是就是乐队这个东西 我们也特别喜欢 我也特别喜欢 就是因为我俩结婚的 就是自己就是组了乐队 然后上台演出 这么回事 对 好美人一圈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结婚 也没用什么私宜什么的 就是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套路 对对 相当于一个小型演出 那感觉 就唱了几首歌 就是我感觉日本音乐 就是就是因为我本身听音乐 我非常喜欢听音乐 就是我觉得日本音乐 就是应该算是就是 就是比较牛逼的 因为你看过去香港那些歌 基本全是超的 搞乐队 是不是你们比如像器材啊 像这种就是学校能给你们提供的这些东西 就是硬件这些东西 就是比如排练式啊 各种的 是不是这些东西也比较完善 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学校我们我不太了解 就是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 学校会给你提供一个场地 但是里面的设备啊都是前辈留下来的 嗯 什么架子鼓啊 电琴啊 还有其他 不是他们会把琴都留下来 对 因为就是说 那是学校的东西吗 不是学校的东西 就是你们社团 为啥啊 这为什么不拿走啊 就是社团 有感情啊 在这读了 呃 完了四年 然后 而且就是啊 日本是前辈对前辈对后辈是特别特别的照顾 就是你会就是无论是你就职的时候 你找不到工作 你去找你的前辈 像为什么那个早达和亲吟他们非常厉害 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对 他们的校友会特别厉害 哦 你看就是 然后对 有认识 对 有人 上面有人 对 所以说就是他们的前辈的后辈就特别照顾 听起来就非常不错 对 就是 嗯 对 我记得我当时刚入团 刚入社的那段时间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酒会 嗯 我是一分钱都没有出过 那全是前辈出的钱 哦 但是就是相反 就是作为我以后 呃 到了二年级或者到了三年级以后 有了新的同学 有了新的小伙伴 那也是同样 这些我们后辈的 你也会照顾别人 你也会变成前辈 但他们就 我 我就 给我感觉就是他们那个思维 就非常牛逼 不管是 不光是这个 青年社 他可能 是棒球啊什么的 就是拳击什么的 这种 应该是都情啊 这种是吧 对 比较知识而且 对 他们就是说 嗯 从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对吗 啊 青年 就是你刚才说的K用 高中这边做 像我们就是 对高中就开始 对 你像咱们 基本就是高中 你就别 除了学习 你就别干别的了 嗯 是吧 然后你好不容易学会画画 还是搞画画 哈哈哈哈 就这些方面 每一个他都能搞得非常 他妈的细 就是日本人 是吧 就是每一个分类 他就搞得特别神 特别细 就是弄得非常牛逼 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然后我还能搞得更牛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